是否也曾有那么一句文案震慑你的心灵,甚至成为你生活至今的座有名呢? 大家好,这里是最近起死回生的卡卡,今天我想聊聊排球少年里的条幅 希望这些沉默的第七人可以成为你上班上学时的精神力量 故事营销大师川上彻也认为,好文案不再多,而再精,力求巨巨戳中读者心态 结合她创立的故事营销法,卡卡认为一句好文案的结果应该是 将一个好故事能说成强而有力的一句话 排球少年里步伐金句大师,青城双子星相爱相杀之余领悟了团队与个人天赋的关系 故也二年级双笨蛋虽然成绩不咋比,但性格狂野与直率的两人也是加剧不断 学业神教的开场吟唱虽然很长,可也倾注了老黑的心血 北市高级人生导师在我的上一期视频里也有提到过 不过要说真正可以成为文案的东西 那就一定是竹创老师为每一个排球部设计的调幅标语 这些从来不说话的孩子们凝结着排球部的精神 他们看着场上的队员来了又去 默默地将这些少年的身影收藏在自己的心里 故事里出现的第一所学校是雪之秋初中 虽然日向和影山老了之后吵架时 日向或许会说,你牛什么啊,我可是当着队长的人 但雪之秋初中男排是没有调幅的 他们的对手北川第一则有一个很霸气的调幅 K秀 这也是工程县排球强校北川第一中学赠送给排球部的 只不过略带讽刺意味的是 三年间他们都没能击败白鸟泽 牛若毕业之后,本来以为影山会带领他们走出一片天 结果没想到初三的这几位都是在毕业之后才大彻大鼓 所以这个铿锵有力的毕胜略带伤感 乌野的调幅是贯穿整部故事的一道风景 结合学校名称,主角日向与影山的属性 托北,置地有声的两个字简单明了地告诉了对手 球在空中飞舞,我们的小太阳也会在你面前振翅 这个横幅是由乌野高中男子排球部的毕业生赠送的 OB会就是指的Old Boys毕业生会 所以卡卡认为很有可能是第一次帮助学校 进入全国大赛的那届乌野毕业生 在毕业后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 以及鼓励后面的学弟 为排球部留下了这个条图 至于没有更文艺一点,我们也要理解一下 毕竟来着学校的人有没有考上百鸟泽的 也有单纯喜欢女生校服的 大家迁就一下吧 乌野第一个正式比赛对手 是队长泽村老乡好的常博高中 普普通通的Gangbalay Tokona Mekong 他们也普普通通的离开了赛场 一达中业的调幅是典型的球队设定类型 Tate no Tepeki 简单明了地告诉观众 这个球队的风格就是篮王很强 与乌野的调幅交错轮动时 也会让我想到乌鸦奋力飞越高墙的画面 这个调幅是由一达中业高校排球部的父母协会赠送的 动画党的各位应该领教过一达中业助威生的模型 而其实在学生助威团的旁边 你就会看见赠送这个调幅的父母会的身影 这是爸爸妈妈们赠予让他们骄傲的孩子们的认识 清夜成熙的调幅是前期乌野球迷的噩梦 可以说这句文案一半是为鸡川定做的 从发球 二船的实力 以及对队员场上的掌控力 甚至场下不需要教练过多的布置队伍战术 鸡川车真的完美地做到了制霸球场这四个字 故事的最后 鸡川也承载着这句话 代表阿根廷来到了老对手面前 这个调幅是由清夜成熙排球部向学校申请经费购买的 或许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是鸡川车自己掏钱购买的 善男高校虽然是一群不良学生组成的排球部 不过调幅却是意外的反差萌 翻译过来就是若宁愿相信花儿会盛开 虽然善男被观众说是 谁赢了谁就能拿到最后的县内冠军的吉祥物 但最后善男的孩子们也开始相信老队长的叮嘱 即便无法成为县内冠军 但他们的青春我想在这三年里也开花了吧 调善四的调幅是典型的文案景中参考的类型 西齐词 Go Can 本意用来形容大帝这类球风朴实稳重 性质刚毅的选手 这季的调善四用小五的话来说 自由奔放明显更合适一点 不过随着比赛结束后 师兄师姐的良苦用心被学弟发现 这条由调善四父母会赠送的朴实文案 想必也会让这群男孩们长大起来 和酒谷男的条幅写着 Nevalio Miselo 直译过来就是让我看看你的年性 由第25回和酒谷男男子排球部父母会增级 这也是父母给小孩子们的期望 让我们看看无论多么困难 都会和对手缠斗到底的男子汉 这也完美契合了他们的囚风 缠斗乱战里找到得分的方式 工程县大地主白鸟泽 与上面的大家画风都不同 学校给夺得过全国冠军的排球部 赠送了一条西西风金的条幅 这四字属于来源地藏经 时事有佛 号曰狮子奋训 巨族万行如来 指狮子走走身体行动迅速 其他动物后退要转身 而狮子快速后退时也不会转身 所以狮子服百兽 出动便所向披靡 白鸟泽排球部本身也向学校申请经费购买了另一条条幅 严谨一概 Q小的阿列 两条条幅本就是顶级配置了 内容更是有钱有身 可以说不愧是村里的大户人家了 工程县的条幅们介绍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City Boys们的文采 殷居在条幅上就透露着跟无也不清不楚的关系 都是一个汉字 一个评价名组成的 Tsunage 这个由父母会赠送的条幅寓意着队伍的风格 维系 连接 也可以说这个条幅点出了排球的本质 接球 然后传球 最后完成进攻 冒佑老爷子那句 排球不是谁扣球力量大就能获胜 而是先让球落地的那一方会输 第五季小排球将会上演的 就是这一场因缘的对战 学业神教永不为奴 小谷学员明明是猫头鹰巢穴 但是条幅居然不是保护环境 让我多少有点意外 大都市好学校的排球部 父母们集资筹备了这条 一球牛空 希望这群喜欢欢闹 兴着各异的小猫头鹰们 可以为每一球贯注全部的集中力 不过大概木兔的爸妈不在这个父母柜吧 毕竟自家的大宝贝啥样 爸妈最清楚了吧 诶 阿卡 我斜线平时怎么打来着 护美学员的风格和调善四类似 就是词不达意的写着 CC兜兜 但是队员场上会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心理因素等干扰比赛 其实这种行为在各种职业赛场上屡见不鞋 并不是说这么做的运动员人品有问题 所有可以利用的条件都是比赛的一部分 后期大将也是凭借着美华一转观众的印象成为了模范情侣不是吗 或者你们单纯的希望大将这个现出原地爆炸 景踏山作为动画主线这一年实力上的王者 坐拥前三王牌的圣臣和高中第一自由人原野 以及同样实力强劲且自律的二船范章长等超强选手 条幅竟然是让所有拖延症汗颜的都溜苦 应了那句老话 就怕比你有天赋的人比你还努力 说的就是这个球队 City Boys的条幅在我传来中规中矩吧 透露着一种大都市的平凡 可能大都市的人都懒了整花里胡哨的东西 春园学员来自神奈川县 和另一所知名的神奈川县篮球部霸气标语不同 他们的条幅是励志的标语 用咱们中国的老话就是 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 虽然连续两次止步全国首轮 但一点一滴的积累都会成为他们的经验 最后看到那下一轮的海 猫幼老爷子的徒弟率领的来自石川县的早川刘工业 则非常男子汉 nandoでも他的 翻译过来就是可以理解为百战不屈 男子汉可以输掉比赛 但永远不要被对手打败 来自长野县的欧台高中星光璀璨 但是他们仿佛一个排球工厂一样 希望队员可以把强大当成日常 所以这句 平凡中透露着强大 如果你把自己的上限定得很低 那这个很低的上限就是你习惯的日常 反过来若你把自己的上限拉得很高 并且不断努力去习惯那偶尔达到的极限 渐渐的极限会变成习惯 引导你走向更高的舞台 这句条幅也被人类自律 精华北 大家赞扬 表示很喜欢这个条幅 来自冰窟县的道贺奇 他们的条幅充满着诗意 却也充满了争议 四目组们给出了各个版本的翻译 卡卡自己正喜欢将它翻译成 昨日已无需追忆 道贺奇队长北曾认为自己不是很喜欢这句话 因为他觉得昨日的一切累计铸就了今天的自己 球队巨星龚佑对这句话迷茫过 最后在职业赛场上自我领悟为 不要沉浸在排球的回忆里 他们早已化作此刻的实例 道贺奇监督对这句话的解读是 昨日我们是阴害的亚军 但这已停留在过去 我们是排球的挑战者 昨日的光辉战绩不应阻挠自己今天追求更高的水平 美人人的理解其实都是对的 所以叉叉才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魅力 决定人生在某一时段掌握的是我们的经历 即便是一同来到人世间 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也会因为生活里的岔路 对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掌握 我个人目前觉得这句话质疑我 首先是字面 我们不要沉浸在昨天 唯意固然重要 珍惜的人说出的重要的话 拍下的照片吃过的美味 他们无疑不是构成今天的我的原因 但这些已经过去的昨日 不应该决定今天的我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们都在经历着不同的人生 对世界 学业 工作 甚至爱情 都有了全新的思潮 我再也无法将自己退回过去那个版本 也许有些处理我会沿用过去的习惯 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在的我做到的 而现在的这个我 也在不断地把我飞向更远的远方 人啊 是一种会变的动物 这也像极了爱情 扯远了 到和齐的这个条幅真的是整部故事里最文艺 且最有深度的一句文案 不过这句话如果单拿出来 可能效果也不会很好 正是这个条幅看着的 是一群不断向上挑战的小狐狸 而且他也和对面那种同样黑色打底的条幅 见证了一群天赋又高 又不懈努力的少年们之间的对决 才让这句话更加让人回味无穷 在我们的人生履历不够丰富时 可以选择一句喜欢的文案 作为激励我们的座右铭 但我想跟着时间或走或跑的我们 也终会有一天 领悟属于自己的那一句好文案吧 条幅们的故事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还希望能点赞支持 最近开始上班上学的各位 请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哪怕你不喜欢 但这份努力的过程一定会在某日 化作让你变得更优秀的力量的 本周感谢我的股东大人 帮我整理了条幅们的发音 可是我的日语发音实在是太丢人了 日语苦手的我也会加倍努力的 下周周日也请回来看我哟 拜拜